陈丹青,我和范冰冰的一次艳语。 艳语与我擦肩而过。 人在旅途中会有fantasy,就是想入飞飞。不知女人有没有,男人希望有艳语。 我现在还有这种fantasy,让你轻微快乐的不是真的艳语,艳语在旅,少得跟空难一样,而是fantasy,也像空难的恐惧般,永远闪过,闪过一面。 但我有个毛病,旅途中不会主动跟人说话。不是架子大,是害羞。 天性如此。我觉得搭话是轻挑的。 有的男女没几句就熟的跟前是冤架似的,货车没开就已经打开了,那份亲你呀,嗨。你瞧你,你瞧你,讨厌。 我给你说一次艳语,真的艳语,我是画画的,贼演。 去年从上海飞北京,一眼瞧见队伍最前面正在签票的女子,美人。 后侧面那么好看,简直专业美人。 她掉头走了。 走了,我就忘了。 我经常迟到,好几次是广播播音找我,联名待姓。 那次我也是最后进鸡舱的人。 坐满了,一眼看见她,不是我在找她,这样的美人,怎会不看见呢? 美术馆最好的话,老远勾你目光,我一排排对坐号,居然就在她身边,我靠走廊,她居中,靠窗一位小女孩。 看见正面了,形态准了,眉眼鼻梁,鼻鼻中风,像王羲之的字。 王羲之的字,极姿妹的。 我暗自高兴,要命的是害羞同时到位,你知道,害羞其实是倔强的情绪。 我们就这样并排坐着,我不可能别过脑袋看她,除非眼睛长在太阳学套耳朵那儿,她索性坐我远点,还能偷看她。 害羞,一个老男人心里的小男生情结。 我们从小不跟女生讲话,看到漂亮出众的女性,紧张,拘谨。 这种心态跟一辈子。 平时我胡说八道很放松,人不多的聚会,谁像冒出众,我会暗暗拘谨。 现在还这样,没办法,这是性格。 我很想跨身边这位美人,跟她讲话,但此时此刻我知道什么都不会做,还不如梅艳遇。 起飞了。 她开始睡觉,身子弯下去,头发垂落,挡住脸面。 空姐送茶水了,我替她攒在我的小桌面上,伺机递给她,光是递递也风流啊。 我插队时有个哥们儿,打起人来拳脚特狠,可是她常到现计车站守候下车的女生,抢着给人扛行李,我也不过如此伎俩。 可是没得递,她全程熟睡,根本没喝水,也不注意水杯。 她偶尔起身朝椅背后扬,中国人很少侧面这么标致,我到底还是扭头看了,真是惊艳。摸出一只圆珠笔,一个信封,反面是白的,我飞快勾勒,飞机轻微颠簸,线条也颠簸。 我记得偷看周围有没有人注意,简直是作案。北京到了,艳遇结束了。 飞机挺稳,灯光大亮,我起身让她出来,活活看她奏调,一句话没讲。 她标志到那样,自己知道,埋头走开。下一次坐飞机,放个什么电影,香港片。 她演皇后,零落绸缎,称怒着,哦,难怪,她是演员。 过一阵,抱摊上一本彩色杂志封面,又是她,查对名字,半冰冰,那位临座睡美人。 做个悬念小说还行,留着期待,结果呢?结果就像我上面说的那样。 文字摘自陈丹青著作荒废集,我永远被起飞吸引P121-127页。 文章君源自互联,精灵整理工艺分享,我们敬重原创,防全归网原作者所有。 。 。